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认识 无论如何 您一定要确保我 生的是个儿子 好 思雨 你放心 既然你有这个决定 爹一定帮你 老爷 礼带逃江 这可是欺君大罪啊 欺君又怎样 皇上一次又一次地伤害我 欺骗我 就算我这次骗了她 又如何 思雨 如果生的真是女儿 你这个做娘的 能认得下去狠心吗 就算我舍了亲身骨肉 也让风铃 一无所有 爹 死后 拜见袁雪式袁夫人 你们看到香兰了吗 我怎么到处都找不到她 我没看到啊 是不是 你把你老婆给弃走了 昨晚我们确实是发生了一点争执 可她也不会因此离家出走啊 香兰不会离开 真儿 如今真儿被你们逼得再度出走 香兰又怎么会在这里啊 娘娘也离开了 魏昊 现在你追也是没用 他们既然想离开 你又到哪儿去找他们的 魏大人 因为你的愚忠把香兰弃走了 你还不罢手 袁玄师 因为杜白山的事 皇上也是慎感忧心 所以皇上认为 只有把娘娘留在身边 才能好好地保护她 这也是皇上对娘娘的一番心意 心意 让正儿留在北江 我们全家人就保护不了她了 魏昊 我看你 还是先回京服命吧 玉缺 你放心 我会暗中派人寻找他们的 他们应该没事的 好吧 看来现在 我也只能先回京向皇上请罪了 袁玄师 袁玄师 袁夫人 告辞了 你听清了吗 杜志安真的有如此打算 是 我听得一清二楚 我看谁 我看死了 有点 是 对 有点 有点 我想忘掉很容易 我怕的 是你忘不掉啊 我们还是先来想想 如何防范杜志安的阴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老月 Haw NO赏 さあ 此 وت危险 惊お 朕 呀 桑柜 皇上和宰相大人的关系 已处于崩堤边缘 此时娘娘出现 只会更加恶化彼此关系 皇上想要保护娘娘的美意 恐难达成 再者 蓝贵妃已怀有身孕 此时让他们两个人见面 对彼此都不是一件好事 皇上不如等待一个好时机 再迎娘娘回宫 子柒啊 你所言朕何尝不清楚 只是 一想到蓁儿 从此漂泊天涯 无依无靠 朕这心里就难受了 赵儿 我一定要找到你 当时机成功 小叔 我会亲自迎你回宫 小姐 你想清楚了 真的要去找穷王子吗 我想清楚了 要摆脱凤灵的掌控 我只能去找君旗 好 也许只有离开天资国 小姐你才可能真正得到平静 走吧 嗯 九王子 天这么冷 别洗了 超赵的 у子 整次画 colour той 她卓 一点儿 多别躺 海外 穷洋 词 快放我下来 我遵守对你的承诺来找你了 我是守信的女人 骗子 不管怎么样 我不是来了吗 好 那我一定做到我的承诺 我要吃羊腿 没问题 去那边 全都拿走 一点人别上 别 别 军爷 军爷 我们还指望他更做活命 你不能抢走啊 你们欠你军粮不交 还想活命 滚蛋 你们年年争粮 月月争粮 我们老百姓哪有这么多粮食可交啊 都不交军粮 大喊那军队吃什么 滚 你们 军爷 走 我们是九王爷的人 大家不要惊慌 我们来救你们了 走 来 说 你明明是天资国的人 为什么要假扮我的首相 九王子殿下 丁岗受人所托给您带话 只是苦于不知道您的行踪 所以才会出此下策 你还挺聪明 知道用此方式逼我献身 说 谁让你传话的 是凤荀殿下 他有意与九王子联手 不知道九王子是否愿意见面 殿下将军 丁副将回来了 殿下 将军 末将终于找到他了 九王子答应与殿下见面 让我们定下日期再通知他 太好了 我只能终于 女人 正式变成惠 这就会认同 不认为 有个爹 这谷主 这帷主 军 她们然后 她们都招了 好 好 해도她 她们算她 娘娘 四语你怎么了 娘 娘娘 肚子疼 四语 娘娘 四语 是不是要生了 娘娘 怎么可能啊 这日子还没到呢 快 娘娘 快去请太医 是 快冷漫一点啊 四语啊 小心 不要怕啊 行 行儿 行儿 四语 马上去通知小爱 一切衣机行事 没事 老爷 没事 别怕 四语 皇上 这些是宰相大人推荐的官员名单 子歇啊 今年北方有多条河道 需要加改桥梁 此事朕就交给支院士陈岳 让他来负责此事吧 是 另外 你再通知安排一下 参事正事林优好 让他去负责我国与邻国的邦交事务 希望大家未来能够不动干戈 和平相处 皇上 这林优好 不是宰相大人所推荐 朕知道 他是王上叔的门生 善于邦交事务 应多于提拔 是 皇上 皇上 怎么了 皇上 蓝贵妃开始阵痛了 娘娘 你再忍一忍啊 要用力 用力 用力 你快生了 就快生了 娘娘 再忍一忍啊 要用力 再用力 用力 快了快了 用力 你快 şur 彆品贵妃 您也不是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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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自语伸吧 太医 快 娘娘昏过去了 快 快快 你怎么才回来 怎么又是个女婴啊 怎么可能啊 小爱给我的时候明明是个男婴啊 行啊 你快把这个孩子带回去 我去找宰相大人 皇上驾到 走了 皇上怎么来得这么快 杏儿 你走那边的门 好 叩见皇上万岁 平身 是 哎呀 恭喜皇上 赫系皇上啊 蓝贵妃为朕生的是皇子还是公主啊 真的 思雨天生富贵生的一定是皇子 是吗 恭喜皇上 蓝贵妃生了一位公主 公主 好 公主好 朕就喜欢公主 生得好 小舅 张公公 在 传阵口谕 让太医院尽力为蓝贵妃调养身体 朕必有重伤 是 你这个废物 老爷 老爷饶命了 你这个废物 薛儿知道错了 薛儿知道错了 求求你饶了薛儿吧 闭嘴 听你安排的事情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到底是哪儿出了差错 大人 我交给薛儿的确实是个男婴 是我亲自检查过的 肯定错不了 老爷 小海交给我的事男婴没错 可是 我的视线从来都没有离开过婴儿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想想 你给我仔细想想 你拿到提栏之后 还遇到过什么人 发生过什么事 我 我 是 谢谢容大人 那天回去的路上 我遇到侍卫在盘查 幸好云翠帮我解了围 后来 后来我又撞上了容子齐大人 等等 容子齐 容翠是蓝凤公的人 那我想他也不敢 不过容子齐这一撞 却有点蹊跷 会不会是他搞的鬼 如果真是这个容子齐就糟了 这就证明 皇上对这个孩子已经早有方法 你真是他 说你是皇上派他怎么敢的 大人 难道皇上早就担心大人 将来会拥孙而立 才会有此行动 他的心机如此深沉 老夫小觑他了 下来 你马上告诉属下人 尽快找到凤荀 是 显儿 一定要提醒娘娘 密切注意皇上的动静 以防有变 是 你还是快走吧 万一此时 皇上要来探望蓝贵妃 那可怎么办 我偷偷看她一眼就走 不会惊扰到她 好 是皇上派你来的吗 容大人 我 云翠 去太医院把我的药断了 是 娘娘 听我爹说 是你破坏了我们的计划 你老实告诉我 是皇上让你这么做的吗 是我自己决定这么做的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我为了想生个皇子陷陷丧命 你竟敢坏我的事 你知不知道我现在因为你 再也没有未来了 如果能让你消气 我情愿让你多打几下 你不用在我面前假惺惺的 如果你真的喜欢我 你就应该帮我 你这样对我 只会让我更恨你 只要不伤害皇上 我愿意为娘娘做任何事 你不忍心伤害你的皇上 就让你本生成 los 你就不忍心 不忍心 看到我受到伤害吗 娘娘 你有没有想过 也许你生了公主 反而能得到皇上的疼爱 我不要公主 也不要皇上疼爱 我要生太子 太子你懂吗 娘娘 你对皇上心怀怨恨 这样你怎么能幸福呢 他从没想过给我幸福 我这么做 都是让他逼的 娘娘 你走 我不想再看见你 娘娘 好好休养 臣告退 参见皇上 南贵妃睡下了吗 回皇上 娘娘刚刚已经睡下了 请皇上稍等片刻 容奴婢进去通报娘娘 不用了 朕只是来看小公主 看完朕就走 你怎么醒了 imp 人 身体好些了吗 谢皇上关心 太医调理得意 臣妾已经好多了 那就好 verdad 蜂妃 天女 朕很高兴 皇上这么说 臣妾就安心了 臣妾担心 没能为皇上生下一位皇子 会让皇上失望呢 怎么会 朕喜欢这个公主 已经为她取名 叫凤杰 如何 真好听 皇上 你看杰儿多乖啊 见到皇上来不哭也不闹的 杰儿一定很喜欢皇上 杰儿 快睁眼看看你的父皇 杰儿乖 杰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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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蓁 在这儿住的还习惯吗 习惯 很喜欢这种无拘无束的生活 我希望 你能慢慢习惯 有我陪在你身边 岳蓁 我要娶你为妻 你愿意嫁给我吗 好啊 岳蓁 我一定会好好珍惜你的 岳蓁 我愿意等你 等你能够真心接受我的那一天 等你能够真心接受我的那一天 岳蓁 我愿意等你 思雨啊 皇上真的喜欢杰儿吗 你不觉得有什么蹊跷 看得出来 皇上是真心喜欢杰儿的 如果你生的是皇子 他就没这么高兴了 皇上之前 就不想让思雨怀孕 如今再想有孕的话 恐怕更难了 爹 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既然他已如此防范 那我们就得另找人选取代他了 殿下 看来杜志安对皇上已有反心 以私下派人积极寻找殿下 看来他是有意想培养殿下 成为他新的傀儡 简直是痴人说梦 我怎么可能与他合作 成为他的傀儡 殿下 我觉得此事正是我们与杜志安结盟的好机会 我们可以利用杜志安的势力将皇上奔倒 之后再除掉他机口 我不能答应 是他憋死我母后 我怎么可能与仇人合作 之前之所以与他有所接触 那也只是为了激化他与凤林之间的矛盾罢了 说到结盟 绝对不可能 殿下 成大事就该应用各种手段来打荡目的 既然杜志安的势力可以唯有我们所用 我们为什么要放弃这个大好的机会 我不会与他合作 我将来 你一定要亲手杀了这个老贼 为我母后报仇 殿下 住口 你先下去 殿下 既然殿下 不愿与仇敌合作 那我们还维持元意 继续和九王子保持联络 希望能说服他 与我们合作 周将军放心 我一定全力以赴 希望能达成共识 快点 臭小子 小姐 原来九王子都已经有孩子了 怎么都没听他提过 是这样吗 也许没来得及跟我们说吧 老师 你不预计 你不预设 我和你贵 你贵 你贵 我贵 我贵 你贵 我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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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贵 我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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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你长得好漂亮啊 谢谢 你也很漂亮啊 姐姐长得当然漂亮了 否则爹怎么会喜欢的呢 好了 去玩吧 好 来 姐姐去玩 姐姐 走 走 真没看出啊 你都是五个孩子的爹了 你我还没成亲 谁帮我伤孩子 那帮你 就说应该价100 其实也不很有耐心 ев慕 想你们呢 想见到 这下人 祢..... ceks 你 你 让我们多玩去 时间 时间 走 起来了 可恶 花了这么多银两建坏的桥梁 怎么刚刚起又就坍塌了 启禀皇上 桥梁坍塌 造成多名百姓无辜丧命 导致民怨死期 此事不仅需好公堂 而且也使朝廷轻与受损 负责监督造桥工程的 知愿是 臣愿 责无旁贷 理应遗予严惩 朕没记错的话 此人应该是宰相大人推荐的吧 可就此事 询问过宰相大人的看法吗 违禀皇上 臣得知此事 就立即上报宰相大人 可至今未见回府 臣以为 倘若朝廷再不妥善处置此事 恐失民心哪 好 王尚书 此事朕就交由你查办了 相关人员 一个也不能放过 臣遵旨 子齐位号 查办此案一定必有难度 朕命你们两人定要鼎力协助 王尚书调查此事 绝不允许任何人徇私包庇 臣等定不负皇命 看殿下的状态 可真不像是被朝廷缉拿的逃犯 彼此彼此 九王子偏安异渝 这日子过得 不也颇为惬意吗 不知道殿下此次前来 是有何计划也和本王商议 九王子也是爽快之人 那我就直言相告 我打算与你联手离间凤林和大汗 只要能够挑起两国之间的战争 我们便能坐收渔翁之力 那殿下认为我们该如何离间他们呢 此事并不困难 我提供给你粮草和军马 并带兵与你一起偷袭大汗的军队 以大汗猜忌好战的个性 势必会对天资国发起战争 殿下的美意我心灵了 但你也知道 我一向主张和平相处 又怎么会利用战争来解决私人的纷争 况且一旦开战 百姓必定会受到战火之苦 我想 这也不是殿下所乐见的吧 原本我也这样想 可惜局势如此 以大汗的残暴 就算我们不这么做 这场战争也无可避免 既然这场战争无可避免 那我们为什么不利用它 来达到各自的目的呢 乃吉 语 应该是 再说 然而是 继续 根本不忍 那若一天 我们人家 又不是 一天 是 老的 这事情 再说 九王子如此心胸 确实令人敬佩 凤群就不勉强了 倘若有一天九王子改变了心意 可以派人到南东关申来客栈 找刘掌柜 他定会转告我的 好 绝对 看到你还活着 真是太好了 我也是 看到你平安我就放心了 到此时